今天的豆豆快樂學堂呢 要教大家做中國節 送給大家儀式新意 有沒有裝到盒子裡面呢 送給人 特別是逢年過節的時候呢 收到這個中國節的時候 你都覺得好驚訝喔 甚至呢 我們都是自己手工去編織的喔 我們要歡迎今天的手作老師 KK老師 教大家編織出 屬於我們自己的中國節 老師說很簡單 好 我們歡迎老師 大家好 我是KK 老師 我看材料 其實看上去好像真的滿簡單的 就是幾根繩子 甚至像是比方說小剪刀 但這樣子就可以完成 像盒子當中 裝起來的中國節那麼精緻 對 太厲害了吧 那我們的材料就在桌上 我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材料 今天這個手環 我用了三色的顏色的繩子 粉紅 白跟紅 這三色 我們會準備兩組這樣的材料 那長度不限 其實它沒有一定的長度限制 它只要能打出這個結 我建議初學的人 能夠繩子越長越好 因為 在拉的過程裡面 你不會因為這邊太短 那邊太短 拉來拉去 會讓自己覺得 繩子又要再調整 很困擾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都盡量建議 大家準備長一點的繩子 所以老師說 如果你是初學者 你還沒有編過中國節的話 你最好是準備長一點的 這樣在編的過程當中 你也比較容易拆掉重來 沒錯 好啦 我們現在請KK老師 開始示範吧 好 我們先示範 看我們第一個比較大的 那個十八字結的手環 那三組的那個 三條同顏色的兩組 好 第一組我們先拿起來 打一個 我們先認 我們把紅色如果在裡面的話 等一下那一組的紅色 也要在裡面 對 先打一個這樣子的結 動作 大家看一下 稍微繞過去 這樣子就是從這邊拉過來 拉過來的話 我們現在先就稍微拉一下 紅色就在最裡圈 那白色 因為它長度一樣 在折弧度的時候 一定會有長短邊 所以我們就會把另外一邊 把它拿掉 因為我們為了固定那個 繩索的顏色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 長尾夾來固定 那我們把一邊拉掉 讓它這個弧度才會出來 OK 稍微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對 這樣子 第一組先抓出一個這樣的形狀 好 那第二組拿起來以後 一樣我們不是 最裡全是紅色嗎 所以我們紅色要朝裡面 這樣子 先把它 跨過來 把它跨過來 這樣子 別在下面 對 一樣我們把另外一邊拿掉 讓它那個轉彎的時候 能夠以顏色 不會因為這樣子 繩紙就被跑掉 你看這邊一拉弧度就有一個 歪掉了 對 長短邊會出來 這樣子以後 拉過來以後 我們這一組應該是要跨在這邊 因為一上一下 大家看清楚沒 我們先拉平的這個 讓整個這一組 第一組整個跨在 第二組的上面 那第二組 開始動第二組的這個繩子 把它跨過去 在上面了 重疊過去 好 那跨過去 因為它跟它還有一個交錯 如果再這樣子 等於說它沒有交錯到 所以必須從它的胯下 下面 下面 繞過去 繞過去以後 稍微整理出一個動作 讓大家先看一下 第二組它是完全 在這邊 跑到這邊的時候 會跑這個地方走下 下面這一條路 所以大家會看到 其實它有點上上下下的 整體上去就有點像是一個 八字 一個數字八 但大家要記得 其實我們要交錯 要交錯的話 你有一些線 在上面 有一下在下面 幾乎是用穿的方式 這樣子把它堆疊起來 這樣才是正確的 對 穿過來以後 這一組線 還要跨過這個範圍 所以你看 這一組在上面 等一下這組線一定是 跨它下面 從這邊出來 大家看得清楚嗎 我現在想一想 這組線會這樣進來 從這邊 然後下面出去 對 從這邊跳出來 這樣跳出來 我走一次 這組線 進來以後 我們會挑這個 換進去 然後要再蓋上去 疊上去 再疊到這邊 所以中國繩子的原理 其實就是 你有一些立體的弧度感 就是穿過去的時候 記得有些時候 現在上面 有時候在下面 要做出這樣堆疊的層次 好 到這時候繩子 你要注意到它顏色 不要讓它跑掉 所以我們再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剛剛的顏色 整理一下 這邊 該在中間的顏色 就讓它在中間 該在兩側的顏色 就讓它在兩側 稍微拉緊一點點 拉緊一點點 這邊也拉緊一點點 慢慢的 大家再看 那個形狀已經出來了 有沒有 再拉緊一點 老師 再拉緊一點 有 慢慢的再出來了 老師說的長度要長就是 你在拉的過程 你就不用考慮到 等一下這邊太短 這邊拉過來不夠之類的 好 我們再拉緊一點點 好 再拉緊一點點 好 慢慢的 這顏色有點 跑掉我們就要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 我們紅色是在裡面的 所以要調整一下這邊 在拉的過程裡面跑掉了 把它歸位 白的在中間 我們今天故意選的是 比較粗一點的繩子 這樣大家看得也比較清楚一些 對 讓大家顏色也看一下 有一個依據 好 我們再拉 再拉 OK 好 讓它整形 好 慢慢的整形 我們在拉的過程當中 你要稍微 比方說我們的顏色 要順出來一點 不要讓它全部Q在一起 所以你不能夠 比較貪心一口氣 就把它縮小 你要慢慢一邊調整 一邊把它縮小 好 大致上 我們拉出這個形狀 好 這就是我們主體出來了 對 好 我們再拉緊一點點 好 再拉緊一點點 好 慢慢的 這顏色有點跑掉 我們就要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 我們紅色是在裡面的 所以要調整一下這邊 在拉的過程裡面跑掉了 把它歸位 白的在中間 我們今天故意選的是 比較粗一點的繩子 這樣大家看得也比較清楚一些 對 讓大家顏色也看一下 有一個依據 好 我們再拉 再拉 OK 好 讓它整形 好 慢慢的整形 我們在拉的過程當中 你要稍微 比方說我們的顏色要順出來一點 不要讓它全部Q在一起 所以你不能夠 比較貪心一口氣 就把它縮小 你要慢慢一邊調整 一邊把它縮小 好 大致上我們拉出這個形狀 好 這就是我們主體出來了 對 再來手環它的側 側邊我們要收尾 老師的作品 收尾都很重要 所以重點在收尾這個地方 好 當收尾的時候 你有看到這一組在下面 這組在上面 收尾的時候 我希望它是這組在上面 這組在上面 這組在下面 這組在上面 要顛倒過來 對 這樣子收尾 所以我們先整理一邊 等一下再整理另外一邊 我們拿起來了 作品拿起來 收尾 這時候結的本身做出來了 旁邊你還是要編出一個手環 現在KK老師給大家看看 這兩邊兩組要怎麼 好好的把它收起來 好 這樣子剛剛解釋的 疊起來以後 我們落差大概抓4到5公分 主體到收尾這部分 4到5公分的長度 我們選一條顏色 把它收尾 收尾的部分就是這樣子抓一邊 轉 繞一圈 轉兩圈 要轉兩圈 對 轉兩圈 轉兩圈以後 從中間這邊出去 從這邊出去 穿過去 對 這時候其實要稍微用點力 不是 就是因為很多線抓在一起 又不能全部亂抓 你必須照著剛剛哪一組線在上面 它的訊息對不對 要抓在一起 慢慢抓 好 記得在抓的時候 你看比方說老師在打結的時候 你也是要稍微整理一下線頭 因為太亂了 對 這樣子抓 有沒有 抓這樣子 OK 剛剛講到這邊4到5公分的長度 稍微控制一下 你要的整個拉平以後 這邊拉緊 用力拉緊 OK 我們先收另外一邊 這邊 先把它剪掉 教大家先 先收這個環節 剪的時候 這邊拉出來 我們不能夠剪到我們的結本身 對 拉出來以後 這線頭我們會利用打火器 稍微把它收尾 對 好 這邊要用火 所以小朋友要注意了 其實你燒過之後 我們的結會整個不會那麼毛 對 這樣 不要用手去摸它 我們利用其他東西 去輔助它收尾 就是這樣 稍微過熱它就會有連性 在原來的結上面 那這邊尾巴也要收一下 基本上我們就是剪掉一段 然後燒一下 再剪掉一段 再燒一下 等到所有的 我們的線頭都剪掉之後 我們的結其實就完成了 對 這邊 壓 有 突出來的線頭 你看 我們要稍微用火 把它燒過 壓一下 這個步驟基本上是重複的 所以家裡小朋友 你可以請爸爸媽媽幫你 在打好結之後 我們要用剪刀 然後還要用到打火器 所以比較危險一些 對 那這部分比較多的部分 我們會先等一下再處理 那另外一頭 我們來同樣的方式 一樣的方式 對 這樣子抓長度 要遭破 對稱的長度 把它收尾 剩下的線拿起來 剛剛老師講的 那妳就轉兩圈 把它過去 那因為這個長度不夠 老師取這邊多餘的部分 比較長的紅線下來 OK 拿過來這邊用 我們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對 這樣子 堆疊在一起 之後呢要記得 這樣轉兩圈 轉兩圈 中間的地方再穿出去 對 從這邊穿出去 好 要整理一下 我們的線頭 結的地方要抓好 對 這邊 要稍微 拉一下 這樣子 有 把它拉緊 拉緊 好 再來就可以把我們 多餘的線頭剪掉了 剪掉 老師同時剪兩邊 剪掉 把它收 好 這時候有些毛毛的 邊邊有點毛鬚鬚的地方 我們就拿出打火機 燒過之後再稍微壓一次 它就會不見了 太老師為什麼不可以一口氣 把所有的多餘的線頭都剪掉 好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老師先處理一下線頭 嗯 因為有些人為了要節省時間 可能就剪到 從結的地方 一剪 通通剪掉 然後一口氣燒一燒 就好了 不用像老師一樣 剪一次燒一次 剪一次燒一次的 對 我們就準備了一個 小吊式要收這邊的部分 那我們會選擇 這邊打結的部分 把它修短 留上面的這一塊 這 我們要分清楚 哪三條 這三條 全部收到底 一 二 三 這三條在上面的 上面的抓出來 對 上面的抓出來 一 二 三 這三條 對 這三條 好 那這剪到底 剪到底 一口氣把它都修掉 對 就剪到底 所以老師我們修掉的是 在下面的 對 嗯 好 稍微收一下尾巴 我們現在剩下的三根 你看 一樣的顏色 紅色跟粉紅色 還有白色 因為我們原本是準備了兩組 一模一樣的顏色 記得最後壓在下面的 然後把它剪掉 剩下是在上面的 對 對 來 這邊也把它剪掉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的道理 多的那一組 我們都要把它剎掉 然後拿出我們的打火筋 稍微修飾一下我們的線頭 對 OK 好 那這邊上面這一層的部分 我們稍微要留一點長度出來 因為我們要夾那個鏈子 好 這樣子修一下 這邊一樣把它修一下 但老師為什麼我們不一口氣 一開始就剪光光就好 我怕剪錯組 那有兩組 對 那會比較整齊一點 來 這邊也把它剪掉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的道理 對 多的那一組我們都要把它剪掉 然後拿出我們的打火筋 稍微修飾一下我們的線頭 對 OK 好 那這邊上面這一層的部分 我們稍微要留一點長度出來 因為我們要夾那個鏈子 好 這樣子修一下 這邊一樣把它修一下 但老師為什麼我們不一口氣 一開始就剪光光就好 我怕剪錯組 那有兩組 對 那會比較整齊一點 好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準備一個小吊鏈 有雙頰的吊鏈 大家看一下 雙頰的吊鏈 我們利用小鉗子 把兩頭這邊 這邊把它塞進去 所以我們準備的這個吊頭 它的吊飾的頭這邊 其實它是有點像是 一個嘴巴的感覺 把它咬住 咬住我們的線頭 對 這樣咬住 然後我看到老師 拿鑷子把它稍微夾緊一下 另外一頭也是把它夾起來 你看 也是一個咬盒狀的開頭 對 但現在我們最後把手鏈 鏈子把它套上去 我們的中國級鏈子就完成了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產品 給大家看看 我稍微戴在手上給大家看好了 好 我們 我們這邊有扣可以打開來 我們這邊有一個開口的地方 希望老師可以 妳看 妳看 我們就可以自己這樣組裝 然後甚至妳看我手比較細的話 其實我是可以直接的穿過去 戴好就變這樣子 這樣的一個顏色設計 還有我們的截環 都是KK老師幫我設計的 是不是很漂亮 很精緻呢 今天KK老師還要再示範 第二組的成品 對 一個小吊飾 就是我們前面那個小吊飾 然後準備一條繩子 一條就夠了 一條就夠了 好厲害 打法就是 老師示範一下 這樣子 先抓成這樣 對折的這樣子 那 上面上線去穿下線 先打成這樣子的形狀 有 有沒有 一個頭 一個頭 那被包的這條線 拉起來去 捲上面突出的這條線 從它的下面出來 這樣子 大家看到沒 這樣子 好 這樣就兩邊稍微 這邊頭老師都還抓著 那我們稍微調整它的緊度 緊度 把它收起來 把它 你上面的環要多大 現在就第一個節就要調整 好 這樣打出來以後 他們俗稱這個叫金剛節 就是這一頭的形狀跟這一頭的形狀 是一模一樣的 對稱的 對稱的 打了第一個節以後 老師習慣 上面這個 你們注意看 上面有一個比較活結的這一條線 再去包下面這個 動作跟上面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再把被包的這條繞過去 從它的底下 底下穿出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樣子 這樣繞過來 這樣子 好 第二個節出來的時候 我們一樣把它拉緊 慢慢拉 不要急 那你看 迅序會一樣 就像是在編頭髮的感覺 對 打了兩個以後 老師習慣不要太單調 就準備一個小吊式 穿過去 讓它增加吊式的豐富感 我們穿過去以後 一樣這是活結 那上面這一條 我們一樣把它穿過去 繞過去 這一條 從底下 從底下這樣子穿過來 然後慢慢收緊 收緊 所以老師 我們大概要打幾次的結 看你可長可短 就是它沒有限制的 那我是建議 大概六個到七個會 依照這個長度來打 五 六個都可以 對 好 那這個火 火結 打出來這個火結 上面這個 一樣的方式 一樣包它 往上繞 這個再下去 往下穿 往下繞一圈 穿出來 好 我們現在已經打了四個結 所以像KK老師說的 五 六個其實基本上就OK了 對 一個OK 慢慢弄 看一下 看哪邊是火結 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讓它 讓它那個 收緊一點 收緊一點 對 如果你覺得不順的話 你就是可以調整它的 再調整一下 老師再調整一下 比方說你覺得可能結跟結之間 有點打結了 對 通通都擠在一起的話 這時候我們鬆一下 順一下 對 把它鬆開 鬆一下 順一下 順一下 這樣子 好 一樣的方式 我們最後都是往下穿 然後收緊 對 順一下 好 一樣的方式 好 順一下 好 原理都是一樣的 對 拉緊 好 OK 這樣子 你發現 與上面結的方向不同的時候 就要調整一下 有可能你轉圈的時候 拿錯條了 那就會覺得怪怪的 我們就把它拆下來 慢慢的做 這樣子 有沒有 大家看一下 這個結 這是有規律的 這個結 都長得一樣 好 我們原則上打五個 我們再打一個 OK 再上來 下去 往下 從這邊上來 傳出去 拉緊 好 那 原則上這樣子 一般我們就很簡單地吊式 大家看一下 這樣就好了 五個結 好 加上你喜歡的小吊式上去 很漂亮 那底下要不要收尾 隨意 那老師可以建議大家打一個 一邊打就好 另外一邊不要打 打一個小的打結 這樣子就增加它的不同的感覺 很可愛 對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示範給大家看的 第二個 我們的中國結的打法 那其實老師 這樣的中國結 一般會用在什麼場合 一般就是 小吊式 有一件 用五色線或者其他的線 打一個就比如說 帶個吉祥的意識 你也可以掛在車上 甚至你包包上面 都可以 都OK 對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KK老師 跟大家示範的 你看我們這個集 我覺得還滿簡單的 希望電視機前面的大家 也可以學會做 它可以做成一個手鍊 甚至你做長的話 還可以做成項鍊等等 都可以自己做裝飾 然後顏色你也可以自己選 我們要謝謝KK老師 今天知道我們做那麼精緻 可以送給別人很合適 自己留著用 也覺得滿漂亮的中國結 謝謝KK老師 謝謝 那多多快樂學堂 我們下回見囉 大家拜拜 拜拜 好 無私 我們在一起